又有客人啦!這裡是黃燕鼠的巢穴唷! 剛剛有個小女孩很激動的從這裡飄過去了吶! 你是說從這裡? 黃燕鼠好可愛喔! 咱們蹦庫巴大爺之命在這裡挖值錢的東西! 話說最近都沒看到庫巴大爺吶! 別妨礙咱!咱在挖洞啊! 咳!又回去! 咳! 這個...這個木頭... 嗯? 這木頭怪怪的! 哇!一百耶! 你怎麼能把女孩子弄哭呢? 土裡總是能挖出好多東西耶!挖洞就是挖也挖不膩啊! 咳! 鑽快回收率! 問號鑽快率! 百分之百了! 咦!你有賣什麼嗎? 開心動心! 深得你心! 來埋些飾品如何! 寶物響鈴耶! YES!YES! YES! YES! 多謝啦! 剛剛是最後一個我會再進貨的! 蛤? 喔!這只能選一個喔! 這只能選一個裝備喔! 嘶! 呃啊!真的有夠...可惡啊! 有智者施進城! 你既然能找到,咱這就給你吧! 喂喂喂! 亂丟啊! 呃... 炸彈兵位了我! 犧牲了! 我實在沒辦法 在這麼沉痛的心情下,繼續旅行! 炸彈兵! 犧牲了! 我好傷心! 沒辦法再繼續旅行了! 來! 看來... 瑪莉歐只能去別的地方先晃晃了! 欸!欸! 驗鼠門咧! 炎鼠! 欸!那邊有個寶物! 那邊有個寶箱耶! 有了! 大岩石! 這麼傷... 這麼傷心的東西 竟然就在這裡有模型 欸!既然這樣子的話,這個洞我可以進去了嗎? 不行! 大家跑哪去啊? 大家跑哪去啊? 總覺得還會再回來這裡 外面啊!好像有一顆很大的岩石碎掉啦! 碎片噴得亂七八糟大家就合力清乾淨啦!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岩石才會碎成那樣子哪! 你就一定要問嗎? 欸!大哥! 欸! 炸彈兵之助! 你還活著! 欸!他那是幽靈啊!他是靈體嗎? 奧利維亞好像非常沮喪的 再這樣下去我也過意不去啊! 不過我相信如果是大哥,一定可以讓奧利維亞打起精神來! 不是還有那個嗎?總是能逗他笑的那個啊! 好了!回到奧利維亞身邊幫他重拾笑容吧! 你到底要活著還是...還是靈體啊? 感覺是靈體啊! 感覺是靈體! Classic 更難做 서�縁是一刀的, Investment Car prophet 的速度七隻 麻鬼 ox你很壞耶! 居然用那種方式逗我笑! 哈哈哈... 亮照片 不過歸你我覺得輕鬆多了! 沒錯我不能一直在這裡哭哭啼啼的 炸彈兵一定也不希望我這樣 我一定要加油 我一定會阻止王兄的 瑪莉歐又要請你多多照顧了 我們趕快朝黃色神奇交代出發吧 哈哈哈哈 喂瑪莉歐 你還偷他狠愛是我進不去啦 這個給你你就放過咱吧 哦黃金錘子 有敲就有賺的 這槌子 只剩下這個啦要怎麼過去 找到了 好暗喔 那個裂縫真的是 有點難看看到 唉唷喔喔喔喔喔 重要物品箱 哈哈哈哈就是那個炸彈兵的那一個 OK 要穿過這個隧道去找神奇交代對吧 好打起精神出發囉 咦 總覺得炸彈兵好像就在附近 原來是這樣 炸彈兵會一直活在我們的記憶裡守護我們 炸彈兵我會努力的 漢堡 好加油啊 kay 好加油啊 好加油啊 嗯的 用我的氣 可以說 可以嗎 哇嗚 這什麼靴子的車子啊 瑪利歐非常謝謝你救了我 我是奇諾比奧汽車的工程師 兼維修員兼業務 奇諾比奧 一人公司啊 為了報答你那邊的靴子汽車就送給你了 喔耶 哇靴子2000GTR 最高輸出功率150要C 最高速度飛遲 這一台是我們奇諾比奧汽車 所開發的最新型靴子汽車 只要坐上它你就能在前方 那一望無際的熱沙沙漠中 舒適又便捷的移動喔 此外車上還搭載了渦輪增壓器 讓你能在飛池模式中 享受汽車優秀的加速性能 對了對了 這是車主的證明 請一併收下 哇這麼慷慨啊 竟然是個哨子 只要吹響那個哨子 就能將停放的靴子汽車呼喚到馬力歐你身邊 因為這台是沙漠用車款 所以無法在熱沙沙漠以外呼喚 還請你見諒 適不適應趕緊上車吧 現在嗎 nice 哇 你坐在汽車上的樣子真是駕駛十足啊 只要在推動L的時候按住Z啊 就能加速之後進入飛池模式啦 飛池模式可以直接撞倒折子冰或破壞物體 感覺非常棒 接下來就請你路上小心囉 安全駕駛 我是被折成鐵敲還是圓敲啊 好好的音樂 蛤 紫色的沙漠 沒想到這麼昏暗而且還很涼爽呢 是因為晚上吧 我本來因為沙漠的太陽應該火辣辣的才對 現在是晚上的關係吧 喔好爽喔 可是那個音樂沒啦 哇 熱沙大沙漠 好遼闊啊 沒錯沒錯沙漠就是該是這種遼闊的感覺 但是瑪利歐以沙漠來說這裡是不是太暗了 太陽是黑色的 好酷 說不定是太陽公公的心情不好才變得這麼暗 咦與其說是昏暗不如根本是黑漆漆 是同仁 不對仔細看與其說黑漆漆 不如說天空好像開了一個洞 沒想到太陽公公的位置竟然被開了一個洞 這沙漠好奇怪喔 那我們把太陽補回去 這沙漠應該就會恢復原狀了 到底為什麼會在那個地方開個洞 算了說不定像這樣涼涼的比較舒服 要不要先去神奇交代那裡看看 雖然空中的洞也很令人好奇就是 謝謝你這裡是灼熱的熱沙大沙漠 咦感覺不怎麼熱呢天色為什麼這麼暗 哈哈哈哈哈哈 新感應器透明裝完成 透明裝 好有空要回去感應器研究所一下 這什麼地方啊 還有鬼 OK 閃亮靴子 喔閃亮亮靴子 OK 更高級 這是什麼 這塊沙地有點可疑 不過敲了好像也沒什麼反應 要用鏟子嗎 YOU 這是衝到哪裡啊 這是衝到哪裡啊 蛤 冰之花 衝啊 咦 嘿嘿 喔原來看不到啊 酷捏 直接踩他呢 有用 居然沒死 看來不用強力武器還是 還是不太行 謝謝你 幸好仙人長的刺沒把我弄破 紙片人的生活也太危險 欸!竟然是咖啡店 什麼樣都猜錯就對了 大肥龜 這隻利寶寶怎麼那麼小啊 又來點什麼嗎? 重量級美味咖啡 老闆也給我來一杯 這樣給我喝嗎? 原來是這麼多隻 你們 你們 欸!留一點給我喝啊 你們都不怕燙了 老闆沒有更大的杯子嗎? 啊 我來嘉賣 我也要喝一點 麻疤 你現在在家裡 在家裡 salvar 沙漠深處那座祭壇很令人好奇 那地方一定很重要 上面寫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啊?某種東西在台座嗎? 上面畫的圖案看起來是不是像太陽 是我看錯了吧 不過就是太陽啊 有什麼好看錯的 找到第三個水管了 呃 你們都會卡紙 那怎麼 那我哪敢用啊? 好 這 穿過去了 太可怕了 我這次運用感應器技術研發出一項化石袋的發明 不是用來感應其他東西而是讓人感覺不到自己 所以這項發明就叫做透明裝 只要使用這個就不容易被敵人發現 現在真是感應器的時代啊 我將會再...好 來吧 OK 透明裝 這透明裝還蠻可愛的 充個電 不說我...我自己來跑也可以吧 幹嘛一定要付你錢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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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兒呢 有個像是入口的地方欸 這是什麼啊?那是什麼啊? 他看起來就是企諾比奧啊 好高啊!是個高個子啊 頂端的那個 呵呵呵看起來好面熟喔 這座塔的上方看起來好像一張臉 真是奇怪的塔 哇!裡面這麼大 爬了好多層樓梯 喔!已經到頂了 這裡應該就是頂端那個項點的地方吧 我看看 呃... 這上面的標誌好像薩爾達 呃... 呃... 這是什麼? 這種神秘的文字我從來沒見過完全看不懂 真好奇上面到底寫了什麼 剛剛有一隻眼睛是...沒有透光的 左邊那個嗎?被擋住了 這是窗戶嗎?這是要簽上什麼說不定會很可愛 蛤... 呃... 呃... 那個好像簽不上去 這個... 喔... 所以已經有一邊簽...簽上去了 蛤... 這個嗎? 為什麼這邊剛好有一個 哈哈哈哈 喔!這裡還這麼大 謝謝你 謝謝你仙人掌的刺渣得我有點痛 蛤... 要不要先去追神奇...可惡 看到那個卻不讓我過去真討厭 瑪莉我找到神奇膠帶了 這在地下吧 這在...埋在沙子下面吧 仔細回想起來我們走了好長的路才到這裡 先是去追紅色膠帶 接著去追藍色膠帶 終於也在這片沙漠的正中央 找到了埋在沙子裡的黃色膠帶 埋在沙子裡 埋在裡面了 這下該怎麼辦 我沒辦法鑽進沙子啊 那裡好像寫著什麼 搞不好寫有鑽進沙子裡的方法 有這麼方便嗎 呃...我看看 瑪莉歐這裡又是看不懂的神秘文字 什麼都搞不懂未來一片黑暗 我們這樣真的找得到希望之光嗎 看見光了 古彩繽紛的那個一定就是希望之光 這是什麼啊 沙漠中的賭場之類的嗎 說不定是住了很多人熱鬧的地方 或許就能找到看得懂神秘文字的人了 好走吧 直接撞他也可以 聽說吹一下哨子OK 這我知道啦 奇諾比要解救率百分之百了 哇 這裡好棒 這個根本就是那個沙漠的賭場的感覺 好耀眼啊 神神發亮光芒似射 前方右後的沙漠只有飯店的顧客才能進去喔 你先去辦理入住再過來吧 哇 這裡好棒喔 這裡根本就是那個沙漠的賭場的感覺 蛤 歡迎光臨木橋山佐 這裡是由木橋所見專門為木橋量身打造的綠洲喔 木 木 雖然城鎮的名字很難記 但是光芒似射又很熱鬧 既然這麼耀眼 鎮上一定會有能解讀神秘文字的人吧 唉呦公主你竟然沒有想要 沒有想要玩 人家這雷達 算了 都找不到 這裡是木橋山佐到處都看都能看到木橋的山影喔 這要從上面跳下來是吧 這樣是飛不起來的再用力一點 應該從上面跳下來 喔 你有新的飾品嗎 A星動星撐到你星這裡有賣飾品喔 銀色防禦 哇好貴啊 身邊隱藏磚塊的時候會發出聲音耶 這個也還 這個也應該也需要 哇我沒有錢 我需要很多錢 先買一個這個好了 哇我沒錢了 這遊戲不是說錢 錢很 錢很多嗎 我現在遇到沒錢的情況了怎麼辦 哇好漂亮喔 這感覺是下面又見了一層魔 而不是真的反射 那 二人呢 你們到最遠的來這裡一定很累了吧 在前往沙漠之前要不要到飯店休息一下呢 這裡後面有奇諾比奧是不是 看不到 從這裡可以上去 我最喜歡金光閃閃的東西了 掉好多東西下來 謝謝你們這樣我終於能回去奇諾比奧陣了 哇你要從這裡走回去 我是住在城鎮裡最大最豪華的房子裡的奇諾比奧 我會準備一份禮物來報答你們 OK 我最喜歡禮物啦 閃亮蘑菇 你還好嗎 我好痛啊 這裡沒人住我就自己搬進來了 而且還不必付房租真是太棒了 這房子看起來還蠻舒適的 我還活著喔 我還活著喔 我正在享受船鋪軟綿綿的舒適感 來 這裡的氣氛真超棒的 啊好浪費 我現在是快滿的狀態 不吃可以嗎 瑪利歐你用垂直技巧真好呢 裡面映照的景色看起來就像鏡子一樣 真漂亮 雖然我是一朵花 但我就像雜草一樣 不屈不小的 不屈不腦的綻放 據說這裡原本是奇諾比奧的城鎮 我們可沒把他們趕走喔 當我們來這裡 所以鎮上已經空無一人了 真的啊 我剛剛才發現到 嘞 它是奇諾比山焯耶 就算沒有太陽公公這裡也閃閃發亮光芒四射 感覺就是不夜城對吧?超棒的 這什麼丸子完全看不懂?無法解讀神秘文字 謝謝你你知道在戰鬥中使用攻擊道具其實比武器還要更強嗎? 我在旁邊開了一家商店請務必來逛逛 DJ奇諾比奧?DJ道府服務? 快 進來看看商店 好像沒有很有心想要做生意 哇都是閃亮亮的系列 哇還有那個宮廷的模型 一萬六千八百 我沒有錢 而且我要買食品 天啊 這遊戲不是應該要很多錢嗎? 為什麼我的錢這麼少 好 而且我根本沒有在遊戲 我根本沒有在戰鬥中或者是解謎使用任何金幣欸 我也有在好好的戰鬥 又不是沒有在戰鬥 欸? 這樓梯怎麼壞 在上面 歡迎光臨這裡是木橋皇家大飯店 好棒啊真想在這麼高級的飯店住一晚 真的蠻棒的 我喜歡這種氣氛 我喜歡這種熱鬧的不夜城氣氛 好 可是我要下去這裡啊 要怎麼下去啊 這裡有什麼隱藏磚塊嗎? 欸好像有 真的有 看到一個缺口 好 喔泡 下次用 拿不了更多了 NO NO 可惡 下次用用看 這間沒有其中比奧 這間還沒進去 啊要從右邊的洞進來ok 謝謝你 這間店的主人常常去出差所以都不在 蛤 他今天又到哪裡去出差了呢 那我就不客氣了 還好有先到左邊的房間才知道這裡有個洞 蛤 喔寶物模型的指 的騎片袋 紙片袋 騎片袋 你 聽說那個穿著古裝 聽說那個穿著古怪的奇諾比奧好像很喜歡古老的東西 服裝奇特的奇諾比奧就住在這邊的飯店裡喔 木橋 雖然我本來覺得黑河很可愛 但木橋看一看也蠻可愛 這間飯店的燈效很漂亮吧 唉唷 這邊可以下去欸 準備中 這是神燈精靈嗎 為什麼有個魯伊吉的標誌 那邊有個用神燈裝修的攤販 在做怪怪的生意 我這邊堆滿了東西欸 我這邊堆滿了東西欸 這樣就回來了 好吧 提供藝術 饗宴 以及頂級的 穿旅服 哇 裡面竟然是這種音樂 我平時都坐那裡的說喔 我正在聽超動感的音樂 享受度假氣氛 這裡怎麼沒人坐 那你坐這裡不就好了 哼啊 發生了什麼事 我在整理這個地方時發現了一個奇特的東西 不過我已經交給對台了 嗯奇特的東西 等一下 我需要錢 需要更多的錢 我需要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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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水關掉了 喔原來這是破掉掉下來 這裡有東西嗎? 好像沒有 踩在一個奇諾比要上耶 咦怎麼噴泉沒了真掃興 算了也差不多玩膩了回房間去吧 竟然被木橋踩在腳下我好不甘心阿 幸虧有瑪利歐我才能得救 這是我一點的謝禮 上線加10耶還蠻多的 你是櫃台嗎?不對你是DJ吧 就是你有沒有隨著音樂起舞阿 這座游泳橋的音響效果很棒 所以我就在這裡搭了一個DJ台 耶一起來跳舞吧 那我覺得應該是往這裡吧 喔這裡才是櫃台阿 下面有個奇諾比奧耶 不但把我折起來還把我壓在下面太過分了 還剩一間房間的樣子 Lucky 想在飯店住宿的話先到那邊的櫃台搬離入住 那我們就來入住吧 save一下 歡迎光臨 啊 目前沒有空房啦 我看到一隻鑰匙耶那不是嗎 啊我們在找能解讀神秘文字的人 這間飯店有這樣的人嗎 喔你們認識那個學者奇諾比奧阿 學者 學者現在剛好歪出了 但是他把房間的鑰匙寄放在這裡 如果你們認識他那住同一間 欸欸欸欸 這個飯店怎麼這麼隨便 哈哈哈哈 而且他是不是沒聽懂Olivia講的話 這飯店也太隨便了吧 這種飯店我絕對不住 哈哈哈哈 他好像誤會我們的意思了 但是能跟著看著 能跟看得懂神秘文字的人 住在同一個房間也算幸運吧 沿著那邊的樓梯上二樓走到底就是學者的房間 你們就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吧 呵呵呵想不到我們那麼快 就找到可以解讀神秘文字的人了 呵有這麼順利嗎 Olivia每次講玩話都是有 都是不太對的 等一下這裡是什麼 喔 欸 哇這個這個飯店還真不錯 哈哈 從來我已經玩膩了 現在我要玩彈簧床 我不客氣了喔 平板訓練機 但是我覺得他 平板訓練機裡面的題目都沒有 都沒有一般小兵男 都沒有現在遇到的小兵男 壁畫似乎是這間飯店的賣點喔 既然把建築物裡面原本有的東西拿來做賣點 哪還真會做生意呢 這飯店真的蠻高級 氣氛很好 可是服務很差 不對應該是說太 太粗心大意了太可怕了 你在幹嘛 隔壁好吵喔 到底在做什麼 隔壁 喔 彈簧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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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古代人啊 常常訂店隔壁房間傳來這個詞 我不小心在湖裡睡著了 謝謝你叫我起床 可是你被折了耶 是那個問題嗎 所以這是學者的房間 那二樓勒 哇這是什麼啊 整面牆都是圖畫好厲害 但是這到底在畫什麼 是漫畫嗎 這邊寫了一些神秘文字 這些也請學者解讀 是不是就能明白意思了 看起來像是四隻眼睛 所以這個像奇諾比奧的塔 看著那個中間的圓環這樣嗎 然後會有 火鳥來吐火 太陽 這有點像太陽的那個石板 然後就是被圍著的話 我不知道啦 我投降這樣 不是這間 我只是 我只是想試試看 我把房間搞錯了 那裡是套房 學者房間在一樓的便宜 不對是標準房喔 這個方向跟我來吧 所以我剛剛其實沒聽錯 他的確是說二樓 但是調查的時候發現其實是一樓 剛剛更不好意思 學者的房間就在這裡的第一間 哇這是我第一次住飯店呢 好棒的床阿 紅色的床單好成熟阿 蛤 呵呵呵 現在可不是這麼開心的時候 學者教授不知道跑哪去了 會不會在什麼地方有線索 看他的日子就知道 圈月查日 我找遍了沙漠各個角落 終於找到了關於古代人的線索 圈月查日 我得到尋找古代人的關鍵秘寶 太陽香 這是我和飯店櫃台交涉後 他們好不容易才讓給我的 木橋真的理解這東西的價值嗎 圈月查日 一切都已準備就緒 好 太陽祭壇出發 啊所以他去太陽祭壇了 這是日 這是日記 上面全部都是文字 對我來說有點困難 蛤 意思是學者教授拿到了什麼東西 前往某個地方嗎 呵呵 這不用你講我也知道吧 走吧 啊 啊 又沙漠 啊這裡不是來的路啊 欸 可是這裡沒來過欸 這裡是幼沙漠 據說這一帶是古代人居住過的村落喔 你看牆壁上的花紋那麼精緻 說不定古代人很時髦 好 要打這個嗎 呃 欸 欸 打不到欸 為什麼 唉唷欸 有啦 有啦 指弧害羞幽靈 蛤 你們還是基諾比奧阿 謝謝你 四個人塞進一個虎實在太極了 四個人 塞在狹窄的地方讓我感到很安心 這難道是習性嗎 欸 他跑到牆壁後面就不見了 好修復率百分之百啦 這邊還有一隻 喂 喂 喂 我很容易害羞就連變成蛇個性也一樣 身上沒有事你也看得出我是仙人掌嗎 看得出阿 謝謝你沒想到我居然被折成骷髏 品味也太差了吧 我可不是蘑菇 我可不是墳墓 那你呀 我可不是僵修 哈哈哈哈 哇 呵呵 你眼前這座巨大的塔在整片的沙漠中共有四座唷 所以把四座巨大的塔的 欸 這兩個眼睛都沒有亮啊 啊 喔 火鳥是這次的四 四神奇啊 神奇之力 我好像是第一次見到這種類型 該用在什麼地方 喔 所以火鳥噴這個火焰 讓它燒起來 神奇之力 這個是茶杯裡面裝了一堆沙子 應該算是大碗工吧 要不要放什麼東西看看 我現在沒有東西可以放欸 學者鑰匙 哈哈哈 放那個好像也沒什麼意義 還用你講 可惡 房間真的很不錯 很非常舒服喔 是吧 畢竟這裡是木橋皇家大飯店嘛 話說最近我把一個東西讓給了那名學者 但其實我有點 有一個一模一樣的 既然你們認識那應該也想要吧 這東西我帶著也沒什麼用就送給你們吧 啊 這麼剛好 太陽香欸 喔 把太陽香放到太陽祭壇上嗎 學者拿到這個東西之後就開心的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如果你們要去追他 最好先跑一趟 如果你們要去追他 最好先跑一趟 城裡的沙漠服務中心 免得迷路了 什麼啊 害我白跑一趟 好 把太陽香放上去 哇 有菸 瑪利歐有菸飄出來了 哎呀 這味道聞起來好香喔 就像在太陽底下曬日光玉石那種暖呼呼的味道一樣 啊 我的側側 啊我 哇 這裡是 我們被困在龍捲風裡了嗎 好像有什麼東西要出來了 我好害怕 出來了 先刺 這裡是沙漠 那會不會是仙人掌 如果是的話也太 啊 是那個 那個刺刺球球 這看起來的確是仙人掌 但這也這也 尖刺球球 這也太大了吧 呀 呀 掉下來了 掉下來 紙弧尖刺球球 我需要車車 我信賴的車車 好啦 有這個就不怕你啦 衝啊 OK 唉唷 哇 車車沒用 呀 現在 OK 好 有這台車車我就不怕你了 哇 還有加血 哇 加好多 Nice 哇 哇 風爆 如果這是 喔 用… 用 嗚佛用馬力歐的四點的話一定超壯觀的 OK 也b 我 aligned 嗚嗚 嘿嘿 啊 沒有沒有衝進 糟糕 措施良機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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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衝啊 OK 這樣的BOSS戰也蠻酷的 哇 好快 唉唷 有了 差點沒撞到 不過每次掉那個愛心加50也太多了吧 哈哈哈哈 這樣就沒難度了 他應該一次加個20就是 或者是只掉一次就就不掉了 喔 啊 哎呀 這是要到他上面去啊 好像是耶只有一個貼紙 啊 教授 紙片都不會摔死呢 哎呀好像有一張形狀奇怪的神奇片掉下來了 啊馬力歐斯你救了我媽謝謝你 原來你被那個巨大的仙人掌吞到肚子裡了啊 哇你是誰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長相的人 難不成你就是古代人嗎是嗎 咦我才不是我是奧利維亞 啊對了祭壇怎麼樣了 我明明就按照這裡寫的內容操作啦 咦你看得懂這個神秘文字嗎 那當然我是專門研究古代人的奇怒比奧 這個古代文字是古代人所使用的文字 身為學者的我當然讀得懂啊 太棒了我們找到能夠解讀神秘文字的人了 好厲害不愧是研究古代人的教授 對了教授古代人是什麼啊 所謂的古代人就是曾經生活在古代的人 哈哈哈哈 這廢話 我正在尋找據說目前仍生活在這片沙漠某處的古代人 我想找出那名古代人解開有關古代人的某個巨大謎團 那個古代人名字是 比奧 傳說中的古代人 比奧 比奧 嗯教授講的東西都好難懂喔 對了教授我們想要解除沙漠的神奇交代 你願不願意和我們同行幫我們解讀神秘文字呢 嗯我想想看 根據目前為止我所做的調查 能夠證實比奧 能夠證實比奧活著的關鍵證據 應該就藏在這片沙漠的某個地方 我調查這座祭壇就是為了找出那個地方 我想日後調查時可能還是有不小的機率會遭到怪物襲擊 但是就算遇到怪物只要有馬力又陪著也就沒什麼好怕了 好就這麼辦 我們一言為定 在找到比奧的證據之前就聯手一起行動吧 太好了教授請您多指教 說到古代文字我住的飯店二樓牆壁上也有喔 那裡說不定也有你們說的什麼交代的線索 這樣啊教授真可靠 那就拜託教授多多幫我們解讀古代文字啦 得到新夥伴啦 我的車車在這裡 哦那個是 教授你能挖這個嗎 馬力歐你看那裡地面真的發光喔 說不定地下埋了什麼好東西 我可以用這把鐵敲來挖掘地面 按下下 這樣嗎 嘿呀 人家是禁閉 你看挖大寶了 就像這樣遇到土或沙等柔軟地面 只要按下下就可以挖掘 就算沒有發光 只要有覺得可疑的地方 隨時都可以按下下 原來如此啊 不一定要發光啊 欸 教授這群雕像中間有點可疑 你不覺得嗎 來挖挖看 哇 一塊錢 這裡咧 哇 一塊錢 可惡 噢 靴子汽車模型 讚 好 教授 我只是隨便叫叫 奧利維亞 我只是隨便回答一聲 哈哈哈哈 這裡可以 喔 剛哭的上限提升愛心 如果給他些水 應該不用回到那個山嘛 綠洲就有水了 八千了 原來這邊還有一隻蛇 原來是瑪利歐啊 嚇了一跳就逃走了 好 這裡有點可疑啊 中間 挖出了錢 這裡能能挖嗎 欸也是錢 齁 哇 出現了一顆奇怪的石頭這什麼啊 嗯 這個東西年代相當久遠 說不定是古代的秘寶 方形寶石 這是要裝在眼睛的吧 看來我先找了一部拿到寶物了 這裡面也蠻可疑的 正中間 正中間 一塊錢 正中間 一塊錢 正中間 一塊錢 呃 很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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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幅壁畫上面 上面也寫著古代文字呢 當四道目光交匯之時,奇諾比丘將從沉睡中甦醒 奇諾比丘? 我記得奇諾比丘是一座聳立在熱殺沙漠裡的巨大遺跡 但在沙漠中並沒有看到那樣的遺跡,它到底在哪裡 在周圍的四個東西難道是眼睛?看起來有點可怕 馬力歐我覺得這些古代文字的訊息非常重要 我先把內容記下來,你隨時都可以看 你之前沒有記嗎?教授 挺拔的巨大蘑菇獻上火焰到他的眼睛吧 有東西從眼睛裡出來了,話說這個人是不是長得有點面熟 六位神官呼喚駕馭火焰的神奇 哇,這是鳥嗎?看起來都變烤雞了 烤小鳥 如果想沾養神奇之龍,便在所有神官的注釋之下獻上你的祈禱吧?往右 祈禱 可是壁畫上並沒有寫最關鍵的祈禱方法啊 這個右是什麼意思?往右走嗎? 原來如此,後續的內容似乎在這扇門後 住這套房的綠衣客人留著跟你很像的鬍子喔 蛤,這魯伊姬 那名綠衣人之前很高興的說他想去逛逛外面的攤販 這魯伊姬耶,竟然住套房 不對,我猜八成就是那個人 總之我們先回到鎮上 找出那名綠衣人幫我們開門,OK? Go Go 好可惜 有人知道你實在了嗎? 好可惜 喔 這也很可惜 對,像是很可怕 到處找來的 那小女是小朋友 我猜甚麼 硬是,小朋友 點故事 那小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買磚快響鈴好了吧 有這個就方便很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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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 啊 其實有一個人跟你一樣沒猜oc 一直走進到那個地方了 那 真的不玩 哇 怎麼 一大哥 影話 欸